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今天是2月15号 彦荣在这个新年农历年的第一天 来跟大家见面 来跟大家分享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 我们在年前预告要报股过年的励志 这个是我2月3号周报所做的分享 同时我在2月1号2月2号 我也跟你邀请的 这个AI的相关最标的股票的第一档 就是励志 那么今天是涨停板的 那另外华泰的部分 那么是我们这个AI最标股的第二档 那么在这边的话 今天也是涨停板 也是年前最后一天买进的 今天是涨停板的哦 好那所以呢接下来 我们要利用这个救会员回娘家这个专案 那么有很多抢钱的机会 来带各位好朋友们来抢钱 那尤其在2月底之前 最标股这一档股票 今天大家加赖进来留言1加1 来跟上我们的行列哦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燕荣老师 那么台股在今天啊果然强强棍啊 那我想在今天这个行情当中啊 普天同庆的同时呢 我们A指标家族啊 也没有让我们的追随者失望 我们在今天啊 也端出了亮丽的这个成绩单 端出了亮丽的红包啊 那我想当然在分享这个红包的同时 当然也没有这个炫耀的意思 没有炫富的意思 那主要是要来跟大家谈到 我们的选股逻辑 以及下一个机会点在哪里 所以今天的节目很精彩 欢迎大家持续把它锁定 把它看完了 首先看到这里 好我想这个是3483的立志 那这个立志的话呢 是我在2月3号周报所做的分享 同时我在2月1号 2月2号 我在节目当中也有邀请你 就是AI最标的股票的第一档 那么年后最标AI股票的第一档 就是立志 今天果然哇狂标啊涨停板 那事实上的 叶龙老师带这个会员朋友 163买进的 那169167也又买了一次 那今天呢 结果拉到182.5是涨停板的哦 所以呢你会发现 叶龙老师分享的股票 经常包括在会员的部分 包括在粉丝的部分 叶龙老师没看法 那么经常短期内 长虹涨停 给你的是速度的感觉 这个速度很重要 这个速度是A指标的一个优势 这个速度要带给你什么 带给你回 救会员回娘家状案当中 我们现在今天是2月15号 我们在6月底之前 我们要再拼翻倍 所以呢把握这个机会 这个逻辑啊 好所以封关日之前 买进了这个华泰 那当然华泰包括在我的 Live粉丝团当中 我也有分享 那尤其呢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今年这个资金要拼翻倍的 救会员回娘家状案啊 是你很棒的一个选择 那所以呢留言1加1 留电话或是Live粉丝 或是留这个Live ID都可以 那么我们会帮您做一个规划 那特别是这档 2月1号年后最标的AI股 这是华泰 华泰跟励志 都是年后最标的AI股 那当然也有年后最标的设备股 那么半导体设备股 所以你看这个是什么股票 没错是华泰 2月1号那天的字卡你看一下 好那另外的话 这个是今天会员朋友 那么给我的私赖 那么真的是预告证明 有评有据啊 真的赚得到哦 农年的第一个大红包 如果你不要犹豫 不要怀疑 不要问家人 那其实你可以赚到这个大红包 为什么这个大红包在哪里 这是我的会员朋友 那么在这个地方 是今年过年 他跟我的拜年 那当然我想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说谢谢彦龙老师 今天华泰掌庭 一开工就领红包 那当然这个是应该的啦 应该的不要客气 那彦龙老师呢 接下来呢 这个是小菜而已 我要给你的是更大的红包 在哪里 就在我的救会员回娘家专案当中 好那当然这个更大的红包在哪里 就是我们一个月你看到一个月的操作 富士达具有 有没有福华 哇还有谁呢 康权哇今天也涨停板呢 有没有 所以你发现我的股票 真的买进去就急拉 然后他真的不断的涨停 不断的涨不停 所以我利用这个逻辑观念 我在六月底之前 我要再带大家来拼资金翻倍 如何能够拥有资金翻倍的机会 我想这个地方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有两个途径 第一个你可以先加我的LINE 透过LINEID小老鼠小A178 好来搜寻LINEID 或者是刷QR Code的方式来加入 但是加入之后呢 加LINE之后呢 你一定要记得要留贴图给我 好那么在这个地方跟我互动 好那么在这个地方系统才会知道你来了 那这个地方才会有一个大盘关键的提醒 包括这个周报的一个索取也需要加LINE 甚至你看我在2月13号 我要2月13号跟你发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你等一下看就知道了 2月13号发的东西今天用命中了 用命中了 好所以呢当然提醒大家 这是全新的频道哦 请大家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呢记得在频道上 这个影片的下方有一个订阅两个字 把它按下去啊订阅 然后呢记得鼓励叶龙帮我按赞 分享影片给好朋友们 并且打开小铃铛哦 好我想这边的话呢 当然第二个途径就是 你可以直接来把握我们 1加1救会员回娘家专案 1加1的救会员回娘家专案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直接留 这个1加1联络电话 或是1加1LINEID 就会有专人来帮助你 来帮你做一个安排哦 好那今天啊 这个大盘涨500多点 最大工程是谁 就台积电啊 台积电今天涨到709块 那之后呢就 达到694 那中场收在697 那其实啊 我的粉丝团当中哦 有很多很多的人 尤其甚至有很多跟我同业 那么很多专业的人士 在我的粉丝团 主要是什么 我对大盘的方向 还有这个重量级的台积电 那甚至有很多人啊 抱着一千多张 两千多张的台积电 都在我的赖粉之团当中 因为他们知道市场上 看台积电 叶隆老师有一定的准度 那我在2月13号发了一个文哦 那我这个发文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那么我评估哦 那么两种方式的评估 这个2月15号 两天内台积电的高点 我利用这个ADR ADR的一个溢价率 ADR换算成台积电的股价 怎么换算的 那就是你这个ADR的部分哦 乘以这个汇率 然后再除以5 就是一张台积电的价格 那你换算出来会得到一个价格嘛 换算台积电的价格 然后在这个价格 一定是高于台积电的这个现货价嘛 那你去做一个溢价率 比率 然后做一个加权平均换算 换算出来的一个比率呢 大概是要扣掉13% 13.6%就是台积电的价格 那你去做一个换算 大约莫的话呢 是705.5% 你不要小看这张图表 我一些构思哦 其实我2月13号 早上6点钟就起床 然后做这个自考 大概做到9点多 因为还做了这一张 这个是我转门口的 我的A指标 我在证券业17年发明了A指标 A指标每一次 在波段的高点 都能够领先的提醒 领先的下车 因为A指标数据 在这个地方6月 去年的6月13号 拉到前高0.08 所以我出在最高价当天 然后这个地方的一个低点 就是A指标数据回撤前低 所以我在会员买在530到540 所以你看今天来到多少 今天来到709 709很多人才在这里最高 所以你看这个专业差多少 那为什么我能够去评估 你看我评估这个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关卡是707 甚至我说707这个关卡呢 会超涨 会越过 有没有越过709越过了 有没有越过 但两天我认为会留上影线 但是仍然 如果上影线回撤之后 仍然有在攻高点的这个机会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资料 事实上我花了很多时间 2月13号早上6点钟起床 一直到10点钟 才把这份资料发文发出去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做学问的精神 就耐心的推敲 所以我妈妈常常讲 如果我要煮一顿饭红价 当然是要煮到地上才好 因为动作就是很细 每个动作 整个青菜 食材的一个清洁 食材的一个刀工 燕隆老师都非常讲究 所以做事情就比较慢一点 但是主要是准确度 这个是燕隆老师做学问的态度 我带会员也是本来这个精神 所以这边也欢迎大家 我们做起来打拼好一起来打拼 好所以呢台积电 现在最重点的是什么 所以你看看我对整个高点的一个推估 所以你看到我在 今年是第三年又零第二个月了 我一共操作四次台积电 当然台积电我这次出的比较早 出的比较早我也不想再去追高 我将来要再做 如果你想跟我做的话 当然台积电的一个走法 我认为啊 好我认为台积电的这个走法 将来他一个均线的惯性 如果回撤到这个 比如说回撤十字均线 那么二十字均线 或者三十字均线 他都会个别出现买点 所以这个你看还有多少次的机会 代表大盘要几波的攻击 我这个抢钱的机会 一定要赶快来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我认为台积电 短期这两天内 你看这里是0.12嘛 盘中拉高就0.14嘛 那我不是今天跟你看图说故事 我在看到这个地方的一个位阶 我在2月13号 我发讯息给你 主要是这个地方 有没有 我是不是跟你预告了 要跟你预告了 那果然命中了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认为这两天你不要追高 他会做回撤 回撤下来之后 还会再来拉高一次 来挑战这个 可能一次到两次 甚至三次也不一定 所以这个要看整个大盘的红利 还有这个国际股市的一个红利 好台积电谈到这个地方 大盘的部分 这一波为什么上涨 因为A指标数据回撤前低 这就是一个出生段 一个所谓这个大股东的概念 那么所以呢回撤季线 那么是一个均线的惯性 月线季线黄金交叉 第一次回撤这个季线 这个就是一个惯性 所以为什么我在 跳空大涨之前的 前一天前两天我就先预告 让你可以确实买到低点 因为A指标数据回撤前低了 那我们也看领先指标 也回到前面低点附近 这是一个惯性 所以其实股票当然成功形态 再来加一些惯性 那么加一些惯性 那接下来其实 以这个惯性的一个走法 他可能接下来 包括在这个是2月1号的提醒 2月1号提醒 他本身是来到20日均线附近 那我也用命中了 几乎每次转折 我都跟你命中了 那接下来其实还有 所谓的5日均线啊 10日均线啊 这些都会营造一次又一次的买点 所以你说台股怎么会弱呢 这个抢钱的机会你要快来啊 这是就传统的指标 那如果就整个 还记得我说过你说5日10日20日 这代表一波两波三波的一个攻击嘛 那事实上我在这个地方告诉你说 主力成本线这个现象跟这个现象一样 后面可能还会三波到四波的攻击 我讲得很清楚 就是以主力成本线的波数 这是一波嘛 这两波三波四波嘛 所以我上次就告诉你说 再进行的是这里 有没有 所以现在后面可能还有两波到三波的攻击 那其次的话 A指标数据突破高点 那接下来你去判断一个 接下来走势的一个结束讯号 可能是回撤之后 再攻到0.04 回撤之后再攻到0.03 回撤之后再攻到0.02 这就是 代表后面可能还有两波到三波 甚至四波的一个攻击 所以你现在该怎么办 你先问不要一直把自己抓住 不要一直在那边忍耐 不要练忍工啊 你要赶快来跟着抢钱啊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你看这个逻辑观念在哪里 包括你看我在年后最标的AI股的华泰 华泰 好没有错 这个是2月1号YouTube影片 你去叫出来看 这档叫华泰 有没有 那华泰的一个惯性就是这样 你具备一个成功形态了 有没有 然后呢在惯性上接近20日均线 那么它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起点 首先是先回撤惯性 均线 那接着就是一个突破的震荡 这就是做股票的方式 当然你喜欢买低的 就是要买均线惯性 均线的惯性 那你这个意高胆大 你要买突破的一个 突破的一个惯性 突破震荡的惯性 这样知道意思吗 好所以呢你看一下 包括我在2月3号分享的这个励志 有没有一样的逻辑观念 一样的逻辑观念 好那事实上呢 在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回撤嘛 但是这个有点是 挥打的一个红利啦 挥打的红利 所以其实第二次回撤的时候 一般来讲 我们如果没有 没有A指标的一个加持 比较躲定的做法 其实我们是不做第二次的惯性 但是因为A指标的加持嘛 再加上这一个 这是拼速度的一个逻辑观念 主力成本线翻红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如果你没有 A指标的一个加持的话 你光靠均线 你要小心他的惯性 也可能在这里惯下去 白转千回之后呢 再上来像这样子把他围绕 你这样才有一个攻击的机会 这样知道意思吗 希望我这样讲你听得懂 好所以呢包括在铃声的部分 一样的逻辑观念啊 这是十日均线的惯性 所以回娘家专案的优势在哪里 就是当你就看到支撑的时候 你可能 淡淡又走走 不知道可以买还是不可以买 但是你看了 我们主力成本先翻红 他就是股价急拉 有没有包括资源也是一样 20日均线的惯性 但是主力成本先翻红 不用等马上急拉 还有新云半导体设备股 主力成本先拉大距离 股价急拉 就是这样的一个惯性 所以呢我们在操作股票 第一个找到成功形态 A指标成功形态 然后你看到整个惯性 不管是10日啊 5日10日20日甚至 中期的均线 60日均线的惯性 第一次回撤比较安全 第二次的话呢 我就建议可能 你要有A指标来加持 你才能够做 但是整个多头市场 也许回撤第二次第三次 或许它都是一个机会 但是呢 如果你不敢做 你来跟着A指标一起做 A指标 你放心 好 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 是这一档 有没有你看这个 这个是不是均线回撤的惯性了 而且股价也在底部区 我现在就等什么 我在等这一个 等这个刚刚翻红的时候 油腹翻证的时候 类似这个未接的时候 我就要带我的会员朋友 那么要加入 旧会员回娘家专案的朋友们 我要让你买进去以后 那先小赚 然后可能也许等一天两天 马上涨停满 然后连续即拉长红 包括励志啦 包括华泰啦 我都是用这个逻辑观念 也欢迎你来跟上 好 所以这边的话 旧会员回娘家专案 旧会员怎么定义 曾经参加过我会员的朋友们 每一个都是 你都有这个权利 那么我在证券业 已经投估业17年了 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不管哪一年参加的 都可以来试用这个专案 买一送一再送一 也就是买一个月送一个月 买12个月送12个月 再送一档 新春的飞龙股 就是这一档 就这一档 农历年不是农历年 2月底剩10天了 10天之内 再拉两成的股票 再拉两成的股票 2月底之前最飙的股票 不止两成啦 我认为应该会超过 因为是讲的都比较保守一点 都比较保守一点 好那当然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3月1号以后 带救会员回娘家专案 做什么 像这样子一个月了 这只有一个月哦 那接下来到6月底之前 想保守我们再拼翻倍 所以最重点是什么 好工具的加持 好工具的加持是什么 你知道大股东在这里买货 你知道主力声道法人在这里买货 我要带你买的都是这个转折点 转折点 所以呢包括 你看到的富士达 为什么攻了一段又一段 从1月4号YouTube影片公开为证 从1月6号 我在我的周报当中的分享 有没有 是不是一个均线的惯性 20日均线的惯性 是不是再加上主力成本线 由负的翻证 隔天就急拉 所以当年买390附近 收391.5 然后呢 隔天马上拉了20几块 然后一路狂飙 现在已经拉了快九成了 多久的时间 1月4号到现在你看看多久 你看看多久 一个月左右而已 是不是 但是你传统的均线 你可能不太敢做 不太敢做 你看均线就这样拉 那你不太敢做 那主要大行情的认证 就是A指标数据要拉高 就这么简单的逻辑观念 好 所以呢 有时候你看看像这样差一天 差多少 差一天就是差一整破 因为你看拉30块40块 你就不敢买拉 是不是 当然重点不是这个富士达 不是我带会员买在210附近的 这个 这个轴承的股票 这个富士达 不是这样子的 重点在什么 还没有涨的轴承素材股 这个我在我的 这个Live粉丝团当中 2月8号 我跟你做了一个产业报告 轴承的 这个 这个 这个Live当中的一个 粉丝的一个产业报告 那当然如果你有加Live进来 留贴图都看得到 那我也谈到一档轴承素材的标股 好这档我明天会再出手 你今天来加入我的救会员回娘家状案 你就有这个机会 好所以当然包括具有的部分 这个是IP细制裁 一样的逻辑观念 一样成功形态 是不是 好所以呢 一样 由负的翻证的时候呢 就攻击了 对不对 所以相同的逻辑观念 那么包括最近为什么拉回来 因为A指标数据 拉到前高 他就会震荡 他就会震荡 那重点不是这一个 重点是什么 是你看到他 又回到均线的惯性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 他会不会直接攻击才是重点 主要还是在这里 要看这里 这样知道意思吗 那当然IP股的部分 你看这个安某 哇不得了 四天翻倍啊 四天翻倍啊 安某他是这个软银的子公司 他在这个地方光是 你看接下来光是均线的惯性 5日10日 20日30日 每次回测都是一个机会 所以你说这个行情怎么会结束 怎么会结束 每一次就是一波嘛 碰5日线一波 10日线一波 20日线一波 所以这个行情还很有得涨 你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抢钱的机会 好不好 好 所以你看我的康群也是一样 一样的逻辑概念 一样在转折出现的时候 每次都急拉 由富的犯证都急拉 有没有 包括在最近这一次 由富的犯证也是急拉 已经拉多少了 已经拉55%上来了 是不是 所以呢我的操作逻辑观念 你今天参加救会员回娘家专案 我一档股票持有10天到15天左右 他至少可能常常就拉30%以上 当你再报一下 可能报一个月 他可能五成六成以上 这就是燕榮老师 回娘家 救会员回娘家专案当中 要提供给你的 为什么6月底之前要拼翻倍 因为我有这个方法 好不好 所以包括在这个地方我的方法 是经过认证的 那当然包括燕榮老师 是保险公司的投资经理人出身 那么掌握到投资部几十亿的资金 这样的逻辑观念 当然包括我的投信 这个出身的一个研究员 知道整个投信基金经理的一个运作模式 所以我当然领先在这里上车 领先在这里上车 然后呢领先在这里下车 这个是大股东进货 主力三大法人进货 这个是大股东出货 这个是主力三大法人出货的位置 所以你跟着我 你就可以领先上车 领先下车 好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2月底之前最标的一档股票 那么它可能会像励志一样 短期内会长红 甚至会涨停板 它给你的叫做速度 用主力成本先转折向上的时候 直接长红 直接长红 那甚至呢 在这个地方 包括华泰也是一样的逻辑观念 所以今年啊你资金怎么拼翻倍 但一切的答案都在救会员回娘家专案当中 欢迎大家今天留言 1加1 联络电话 或者是加赖 加赖进来留言 1加1 赖ID留一下 我会为你安排 那当然最重点是什么 不是一个月将近翻倍 不是一个月三五成 到接近翻倍 重点是 6月底之前 我再复制一次 想保守 一个月都可以这样子的 现在到6月份 还有4个多月 还有4个多月 重点在我有好的工具的加持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上这档 2月底之前的最标股 记得来留言登记 1加1 联络电话或者1加1 Line ID 留一下哦 好我想救会员回娘家 曾经是我的会员的 你通通都有这个机会 那你说老师 我就不是救会员 要怎么办呢 没问题 那么你是新朋友 我开放10个名额给你 那希望你现在 就来留言你的电话 那么1加1电话 1加1Line ID 来做一个搜寻 那么买1送1 买3个月送3个月 买12个月送12个月 再加1挡这个飞龙的股票 那么年底 这个2月底之前 先拼20% 这个我认为会超过了 10天20% 这真的不难 好所以呢 把握这个机会 好欢迎大家 加Line进来 那么留下联络方式 留贴图 来跟我做一个互动 那想要参加会员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也留下联络方式 来跟上我们的行列哦 好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节目呢 就进行到这边 也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